东京奥运田径赛程30号登场 我国田径维育女将谢喜恩参加了女子100公尺资格赛 跑出12秒49名列小组第七 但无缘晋级预赛首轮 个人冬奥画下据点 他的父亲谢德川受访时说他很努力了 东京奥运田径赛7月30号登场 台湾田径维育女将谢喜恩 在7月3号上午参加女子100公尺的资格赛 跑出了12秒49名列小组的第七名 但是无缘晋级预赛首轮 个人冬奥画下了据点 而父亲谢德川受访的时候说 他已经很努力了 我只能说他尽力了啦 毕竟这个不是他的主项啦 也是因为感谢世界田径总会给他这个机会啦 我虽然成绩不尽力想 也尽力了我只能说他尽力了 白兰女神谢喜恩专程是100公尺跨栏 东京奥运是以保障名额身份获得资格 但是项目是国际田径总指定的女子100公尺 并非谢喜恩的擅长篮架 竞争非常激烈的女子100公尺30号进行的是资格赛 每组前三可以直接晋级预赛首轮 谢喜恩被安排在第二组的第六道 但是起跑之后就逐渐被拉开距离 最终他跑出了12秒49排名小组第七 无缘晋级预赛首轮 这一组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1秒82以内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